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四百三十九回 徐凤年自言自语道 黎阳西楚这场仗肯定是要打在咱们跟北莽的前头 赵氏就算明知这北莽无暇顾及东县 也不会让顾剑堂参与其中 那好不容易走了个徐霄 不能再养出个徐霄第二来 文臣谈不上什么风无可风赏无可赏 武将就多半要拥兵自重 不出意外呀 应该是卢白杰卢生相一位坐镇兵部 一位出京南下 不过卢白杰才新任兵部尚书 可能性要较小 卢生相只要得了军功 他年返京才好跟卢白杰抗衡 不至于让兵部成为唐熙剑仙义人的兵部 如果是他卢生相牵头啊 那几个老不死的 像那安国大将军杨颠兴 肯定是趁着还能勉勉强强上马跨刀 要跑去分一杯羹 但是卢生相也好 杨颠兴这帮春秋老将也罢 都跟曹长青啊差了一大截 卢生相还好 用兵其实不差 只是注定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 前期可以在劣势情况下去死战的 估计只有广陵王赵义的兵马 要我看呢 这场仗不是有的大 而是说不定曹长青一路势如破竹 直接打到他泰安城 阳光斗皱了皱眉 西楚占油之后要北上 别说曹长青就算北莽 只要敢把决战放在泰安城外 胜算都不多呀 徐凤年一笑 我就随口说说 阳光斗哈哈大笑 要真是如此 对北梁倒是天大的好事 知不定北莽会临时起义 果断放弃西线 掉头去打东线 跟西楚一北一南 夹击泰安城 那就真的是精彩至极了 顾建堂不是总觉得之所以输给大将军 仅是输在了天时吗 这下子他就有机会来证明自己呀 他打造的那条东线这么多年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伸手跟朝廷要什么就有什么 再要时还不济世 顾建堂这家伙呀 就只好拿几根面条上吊去了 曹伟在一旁插嘴道 曹藏青怎么厉害呀 阳光斗轻轻感慨 春秋以西楚世子最为鼎盛 西楚又以曹龙李最得意 曹头秀 独秀西楚 这可不是胡锤 只不过世人都被他四入皇宫的壮举给蒙蔽了 大多觉得他是个武功盖世的高手 可要说排兵布阵的功底 大概就数他跟陈之豹最强 顾建堂的强处在于每一战 必先苛求战尽地利 号称不打则以 大则必赢 总的来说 比起这曹臣二人还是稍寻一筹 不过 奉天承运的天使一事 既虚无缥缈 也可遇不可求 顾建堂的天使便是黎阳大士 曹长青则是西楚气数的长短 至于陈之豹 估计啊还是在等 徐凤年淡然一笑 陈之豹啊是在等曹长青跟随西楚一同覆面 在等北莽跟北梁以及顾建堂打的元气大伤 然后就该轮到他小人徒粉末登场了 徐霄不过是踏平了春秋 这陈之豹的野心显然更大 他要亲手一统天下 铸造出一个千年未有的辽阔帝国 至于他想不想自己做皇帝 那天晓得了 阳光斗长呼出一口气 大将军一走 这个天下就开始打乱了 曹伟嘖嘖道 反正我肯定是不会跟陈之豹面对面厮杀 这个矮子扳着手指头缓缓的说 刘民之地已经有凤子营驻扎清仓 小王爷龙向军也渗透差不多了 加上梁有两州北边的楚胖子跟袁白雄 咱们北梁总算也有自己的东线西线 加上境内14位新教委把守的重镇关爱 属于第二道防线 我呢 再往留民之地更西北一点 算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条防线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防守不防守 反正子宫不守 等你们打死去活来的 老子来个一锤定音 那姓徐的啊 事先把话说好了 你给我五千轻记 一万匹上等战马 我可以帮你浑水墨鱼 一口气惨平南朝老朝 要是敢给我一万人两万吗 我帮你把北朝王藏撕下来 徐凤年无奈道 不是不可以给你 不过你真当北莽都是一帮睁眼瞎 一群酒囊饭带 曹伟白眼一番 关于这场注定要名随清死的大奔袭 老子翻来覆去 推演了十来年 这辈子就指望着这遗仗成名 你以为呢 徐凤年正要说话 突然间听到了一声再熟悉不过的 呵呵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还是不断有十子 从栅栏外丢入栅栏内 十子的个头啊是越来越大 一些身材高壮的北梁少年也加入其中 屡历更大 这样可就不是稀耍玩闹了 在运转副使官邸任职的黎阳甲氏 仍是不敢还手 只敢怒目相视 当然 他们畏惧的不会是这些啊 幼灵志同和剑说少年 而是他们背后处着的北梁 何况副使大人顾大成三令五身 不许官邸任何人寻衅当地百姓 为者一律剥去甲咒摘掉官身 一名都尉模样的小头目 见着手下被砸在铁甲上 溅起了一串刺眼的火花 约莫士尼菩萨也有三分火箭 用铁毛暗中挑回了一颗石子 略响了栅栏 有意无意 这石子从缝隙中间砸回一名青年少年 少年躲闪不及 下意识闭上眼睛 就要被石子砸出满脸鲜血的关头 石子竟被一名腰弦双刀的 俊义公子哥伸手握住 少年睁开眼 面容腼腆的感激一笑 那都尉见着了那年纪轻轻的世家子 只当成是寻常的富家子弟 并未多想 只是当他的视线犹豫 停在公子哥身边一个矮子的腰间 顿时头皮都炸开了 那是一柄货真假实的北梁刀啊 如今的北梁 不论以往功勋如何 只要不是军旅假事都不准私配梁刀 任你家中有几个杂号将军 还是有谁担当的刺史郡守 被专职督查此事的巡城继位 一经发现 全部当场勤拿 鞭斥武士丢入大牢 三个月到半年不等 因此 这个降服元年的春天 灵州境内各座大牢格外热闹 已经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匠种子弟 一个个是皮开肉绽 这些撞到新任刺史徐北志枪口毛尖上的高粱子弟啊 除了私配梁刀 还有当街纵马的 不过这些难兄难弟在牢狱里边凑在一起啊 不耽误靠着关系 喝上酒吃伤肉 一块蹲着监狱聊天砍地 交情啊 反而比以往要好上了几分 顾大成手下的这员都尉 懒得计较北梁局势是好是坏 可要说自己惹上了一个在北梁 有资格不把规矩当回事的将种子孙 那还不得被顾大人剥皮抽筋了 若是在海德运转副使官底 被自己殃及吃鱼 给北梁铁骑来一场马塔连营 他一个吃梨羊俸禄的小小都尉 怎么活呀 不过都尉有点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以北梁蛮子的脾性 竟然没有小题大做的意思 那个头发灰白的公子哥 直接转身离去 胆大包天配有梁刀的矮子 也没如何的不依不饶 劫后余生的都尉犹豫一下 觉得有必要跟顾大人知会一声 以免将来被秋后攥账 顾大成啊 是个很容易让人记住的官员 不管如何大鱼大肉 都生的是瘦骨临巡 自号一袋米先生 常年在腰间悬挂一只装满大米的红绸袋子 相传顾家发祭前呢 这顾追是靠别人施舍了一袋米才活下来 顾家老小都是给兵荒马乱下到了骨子里 飞黄腾达后不忘本 父子两只皮羞都有挂米袋子的习惯 这在黎阳曹运这一条线上的一大串官员骂着中间啊 茶余饭后一直就是一桩笑谈 更有传言 去年顾追进京时 专程拜访已是中书省主官的坦坦翁 谁都以为这么个声名狼藉的从三品官员 哪能跨得过还老爷子的门槛 不成想坦坦翁 不但让顾大皮羞进了门 还留下了那袋米 说是恰逢家中五米下吹 达纳以后啊 取笑第二天升任户布侍郎的顾追的官员 明显少了 笑谈也逐渐成了哑谈 却说在都尉秉明栅栏外状况时 顾大成正在独作品名 听着心腹的细致回报 一开始顾大人没有太过上心 突然灵系一点通 详细问起了那配双刀世家子的模样 连马夫都没落下 都尉凭着记忆说了一遍 说那年轻人呢 头发灰白 身材修长 有着女子般的眉眼 至于那名马夫 离得远 瞧不真切 只能说出 约门是八尺身高 这顾大成流露出一脸牙疼的表情啊 手指颤抖着 点了点 都尉 骂了一句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他跳下了锦绣小踏 顾不得穿靴子 一溜烟就跑出了官邸 终于啊 还是被他运转富士大人追到了那逗留码头的一行人 只是顾大成猛然停下脚步 犹豫不决 没去跟那位新凉王寒暄客套 顾大成捏手捏脚 转身回到府邸 喊来了两位上了年纪的心腹幕僚 要他们赶紧的书写一封盖印的异信 通知肥兽道相反之间所有曹运官员动起来啊 但却不能大动 而是借口挤大主干和取阻塞 竭力争调 调配少量的曹传 运送往年三成的曹粮火速入粮 两个幕僚有些不解啊 顾大成却没有为他们解惑的心情 回到茶室 茶水早已凉头 顾大成叹了口气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他自知为官的本事有几斤几两 赚钱还算是一把好手 可这两年朝廷那么多眼花缭乱的大动作 他跟老爹都只能是物理看话 好在老爹上次去京城衣服上了还老爷子 坦坦翁一番指点迷津 顾大成这才士气网替了这个运转复始的宝座 加上老爹家官尽决 这父子二人 儿子在地方上赚钱 老子去朝中当大官 所以顾家这次铁了心给朝廷当恶人 传南梁不动弹 唯有哪天那个年轻藩王按纳不住 亲自出马 顾大成就有了应对之策 环老爷子已经跟湘藩城那边打好招呼 到时候啊 可以给北梁三成的草粮 顾大成虽说遵循环老爷子的意思 打出了这张护身符 但北梁这边到底如何计较 顾大成心中没底啊 其实上次让陈亮熙骑虎难下 顾大成就很忐忑不安 别人不知道北梁对这名韩氏的器重 当初在环府面谈 谈谈翁数次言语提及 都说此人不容小觑 能够让其晚一天出人头地 那都是好事 年纪不大 却老太尽险的顾大成 想到自己这大半年在肥瘦城的苦难日子 摸了摸腰间的米袋子 他苦笑道 老兄弟 富贵险中求 顾家有了富了 这趟柴师办妥 以后就安安分分的求贵 打死都不去跟北梁蛮子打交道 如今连肥瘦城最没名气的清官 都不乐意赚我的银子 真是有钱都没地方花去 怎一个惨自了得呀 却说一名少女 扛了根枯败向日葵 站在渡口河边 呵呵一笑后 就背过身 对着浑浊河水发呆 北梁女子 亦是大多 雄高非凡 曹伟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比她还矮的姑娘 瞧着跟姓徐的有些渊源 就想上前那去掏剑火 徐凤年于公于私都没想要拦着 然后啊 武艺不足的曹伟就被小姑娘干脆利落的一巴掌拍入河水 曹伟根本就来不及抽刀 甚至说呀 连半点危机都没察觉 句子杨光斗一脸的匪夷所资 徐凤年轻声解释道 罗伟荡医啊 当时离养五平天下第十一的王明寅 就是被他一击毙命 后来柳浩师逃离沈武城 也是被他偷偷摸摸的给宰了 杨光斗赫然加恍然 武道修行杂而不惊的曹伟在他手上吃扁 天经地义啊 徐凤年呢 走到了他的身边 他问道 怎么现在就来北梁了 没记错的话 还没有到我先前跟黄三甲约定的时候啊 少女默不作声 徐凤年也不知道如何闲聊才算是应景事宜 他微笑着说 那你要不跟着我 不过北梁现在啊 可没什么高手值得你去杀 要不是这样 我也开不了这口 终归有借刀杀人的嫌疑 我刚好要在北梁境内四处走一走 在遇到你之前呢 就已经在灵州闲逛了一个月了 这两年呢 还真是经常惦念你做的酱牛肉 不知是该叫贾家贾 还是贾家贾的少女 喝了一下 这徐凤年看了看那根向日葵的干枯杆子 又看了看她的气色 伸手握住少女的手臂 查探气急流转 轻声道 不管是黄三甲误打误撞 还是神奇妙算 我都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当初替我承受赵老王八的气运横祸 我已经有六分把握帮你解决 当然必须要承认一点 对我自己也有莫大匹 我目前除了在慢慢培植韩生轩残留的红丝 体内更有柳薅师精心培育了小半辈子的几十颗子雷 外加跟北莽国师袁青山做买卖赚到的一只包子 离儒道河流还差一线之隔 如果再有赵轩素留下的龙虎山紫金气韵化为己用 就算圆满了 再接下去就看机缘 能否吸取佛门精髓 到时候三教河流 只要自成了小千世界 我不当陆地神仙都说不过去 说不定还能跟四百年前大魔头高树路的天仙境界 以及当下以利正道的五帝城王贤之都有的一拼 不过要走到这一步啊 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反正啊 我跟你什么都不藏里野着 有一说一 你要不说话 我就当你硬了 这阳光斗有些折舌呀 北梁王果真是不把这个杀手姑娘当外人 这些密室这老人也是头一次听说呀 传出去的话 石城石要在江湖上掀起轩然大波 春秋三尊大魔头 人徒徐霄老死 人猫寒雕寺所谓的暴毙于皇宫 已经三去其二了 那黄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多半是躲在幕后搅局 难道身边这年轻藩王既要当手握权柄的北梁公主 也要在寒雕寺之后成为以一己之力 就让整个江湖浸入寒蝉的大魔头啊 以前北梁是靠着铁骑和鹰损 让江湖人士不敢造次 看来以后新梁王一人就能让北梁周边的江湖 俯首贴耳了 那呵呵姑娘缩回手臂 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肚子 徐凤年笑了笑 行啊 赶巧我也饿了 咱们进城找酱牛肉吃去 赶不好吃啊 咱就不给他钱 那浑身湿漉漉的曹伟 狼狈万分的从河水中跃上岸来 跳着脚怒目的 不说好了 不在肥瘦层停留吗 老子要去青楼出馆 多如牛毛的黄南郡 姓徐的 你敢见测妄义 信不信 老子拿刀砍死你 徐凤年一抬腿 做事要踹得曹矮子再度坠河 来个二进宫 很会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曹伟啊 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跑向马车 马车不大 又堆满了地理图质 如今又多了个小姑娘 越发显得狭窄 好在他曹伟很识趣 坐在徐衍兵的身边 忙着拧袖子挤水 这一路行来啊 徐凤年一直跟阳光斗 在车厢里边推演战士走向 其中梁州跟孤塞州对峙的西线有两处 幽州到马关外的葫芦口也算一处 出了车厢 徐凤年这一个月啊 在灵州是走走停停 不是所有达官显贵都会临性召见 按照徐北志对官员十九层进阶划分 吴同院精心撰写出一份 暂时仍算是粗略的北梁官屏 指中事工 轻学问轻欲博家是背景 徐凤年只在暗中面见荣登此屏的官员 此行所见的七八人 希望跟失望大致参半 大小不一的官场 就像是啊 每家每户啊 都有的筛子 掌握在谁手中 这个人的口味就决定了具体的筛选方式 那赵家天子在张巨鹿跟赵又龄的打理下筛选天下 在徐凤年手上啊 就是筛选北梁 比起黎阳朝廷 少了几分气定神贤 多了几分功利性 那在徐北志手上就再等而下 只能筛选灵州 以此类推 层层筛选 最终能够冒尖并且稳坐钓鱼台的都不会是傻子 徐凤年一旦逛完了灵州 接下来就要去幽州 如果说梁州是北梁道的敌长子 富饶的灵州是后娘养的极有出息的数字 那么比梁州兵权要小 同时又比灵州穷苦两头不靠的幽州 就给兄弟两州凸显出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了 但幽州才是徐凤年此次密刑的真正重点 事实上的确是幽州对他这个北梁王的怨气最大 尤其是徐凤年接受上驻国头衔 没有像上次拒收徐萧嗜好那样再次拒退圣旨 幽州很是有些个使劲蹦跳的军武官员 跟灵州遭受牢狱之灾的将冢门庭 隐约有了遥乡呼应之事 徐凤年当初在灵州当将军 破天荒没有大开杀戒 跟谁都挺好说话 许多人呢都觉得是妇人心肠 这次去燕文鸾一手把持的幽州 徐凤年觉得是时候割下一些脑袋 想跟他玩可以 你得把性命拿出来玩 水凉红枯 草草斑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可 古灵的路 不遇旧一户 帝王江山山寄破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